农历年三十晚从香港被带回内地的大陆富豪肖建华至今仍行踪未明 纽约时报2月10日披露肖建华被带离香港的震惊消息 与香港警方的说法截然不同 肖建华失踪后 香港警方和媒体透露的版本和纽约时报的报道 有两个重大区别 第一 香港警方说肖建华是年三十下午出关 纽约时报的报道时间是年三十凌晨 这和博文社所了解的一致 第二 肖建华有二十多个保镖 警方说 根据酒店监视录像 肖建华在不明身份人士的处涌下离开酒店 还自己接了账 纽约时报的报道是1月27日年三十凌晨 他被六个身份不明篮子用轮椅推出香港设计酒店被带走 头部看似被床单或者毛毯覆盖 同时还带走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第三 香港警方说 有海关的出入境记录在黄港口岸出境 纽约时报指肖建华从水路到国内 铜锣湾书店里波也是被挟持后通过水路回国 肖建华有二十多个保镖 保镖在楼城 房间 酒店大堂 以及附近的街头 有经验人士认为 抓肖建华一定是提前控制了各个地点的保镖 而那个很大的行李箱 可能是在酒店内冲突有伤亡 或许是死去的保镖的尸体 报道指出 相信肖建华经海路被带离境 并未经过出入境管制关口 目前在大陆被警方拘控 纽约时报报道指 这位与中共政治势力关系密切的金融家 显然是被绑架 具体事由仍然是迷 但相信此事与中共十九大权力布局有关 相信有人欲因此而除去肖 或想及此令肖幕后人物晋升 有关肖建华案重大进展 请关注博文社及时报道